定王殿下 为什么给你这么多钱 你拍老虎屁股了 老虎屁股能拍吗 我最多 就是捋了一下老虎虚 你看这个定王殿下 虽然十分危险 而且 他也很难相信别人 但如今 因为还阳散这个事情 咱们是如何也撇不开 这层关系了 那你说 我该怎么做啊 我是他的信任 我发现 但定王殿下这个大魔神 不仅不试杀 还有那么一点好说话 所以今日 我也卖了一点 我的小聪明 小姐今日能挣到五百两 我觉得不是小聪明 是大聪明 与虎谋皮 跟大人物交流 我既要展示自己的长处 也要透露一点 自己的短处 一个有点本事 又很贪财的下属 用起来会更顺手 那现在定王殿下 算信任你吗 怎么可能 像他这种 在战场上 经历过生死的人 最难把后背 交给别人了 所以啊 我在想 对他来说 还是前祸了气 来得最痛快 不过现在 就这个还阳散的事情 实在是令人头疼 你帮他办事他给你钱 为什么你头疼啊 我猜在眼下 应该会同时追查三条线索 第一 是这个 炙香果的记录 第二 应该就是我阿娘的身世 第三 应该是这个原副将的尸骸 巨历 你知道吗 阿娘曾经与我说过 我外祖父 曾经在太医院供职 是 是个连定王殿下 都查不到的 还阳散记录 偏偏又出现在 外祖父 留给我阿娘的遗书里面 你说这还阳散 会不会就是 我外祖父研制的 很有可能啊 没准还是多分密番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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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定王殿下 以后要想拿我这个 做外孙女的解气 可怎么办呀 怎么会这样啊 解气 那怎么办呀 他们上一辈的恩怨 为什么过到你头上啊 定王殿下不是不能 人道吗 你给他真理 发烂的 噓噓 以后可千万不能 乱说话 上次在文征楼 那定王殿下 就在咱们隔壁 那 那咱们在屋里 也不能乱说 对 以后就算在家里 也不能乱说话 指不定他的人 现在正在门外偷听呢 真 真在顶啊 远离几世 是铁灯 为天下苍杀 那咱们 也不能乱说话 那咱们 也不能乱说话